晚上可以看到民進黨立委們 都還在講話 立法院長韓國瑜 就已經要轉身來離開會議室 今天上午立法院長韓國瑜 召開朝野協商 要針對國會改革四個機關 提出示現及暫停處分 韓國瑜要討論出立法院的 三位機關代表和三位訴訟代表 不過在一開始 立法院長韓國瑜 就已經先擬好了朝野協商的結論 讓柯建民很不滿 帶你來聽 你現在在講什麼反話 這個叫做政務院長 執政新華第68條怎麼寫 因為院長是要調查一個結疑糾紛 不是他來過的 他就這樣練大家聽話的 這是民主嗎 院長議員主持法規定很辛苦 你是意識重力的 今天問題就是要發生在這個地方 結果你還要繞回來 遠點在他還要再教訓 這搞什麼鬼 從他發話講完一套 你要講二三回 然後人家講話你不聽 好最後朝野協商是破局 韓國瑜也轉身離席 說有必要的時候就院會表決 要來討論說民進黨已經是這起釋憲案的原告了 到底適不適合還派代表 來擔任立法院的代理人 不過劇情也急轉直下 最後民進黨也退讓 同意藍白各派一名代表 來擔任釋憲案的機關代理人 至於訴訟代表 擔任立法則是國民黨團兩位民眾黨一位 綠營則也是不派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